这个季节新疆厄尔齐斯河沿岸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然而风景如画的背后实际上危机四伏 原来厄尔齐斯河两岸遍布沼泽和杂草 一到夏天这里就成了蚊虫繁衍的天然蚊床 也因此与拉丁美洲的亚马逊河 非洲的乍德湖 坦格尔喀湖 并称为世界四大蚊虫王国 有统计称这里每立方米蚊虫多达5200多只 一巴掌能拍死100多只蚊虫 就在这个蚊虫肆虐的地方 驻守在新疆军区北湾边防连的官兵 每天早上我都要清理上面的蚊虫 因为如果长时间不清理的话 长时间累积 蚊蚊灯上面就会湖满了蚊虫 底下的盒子也可以盛满了蚊虫 你看现在每天都可以清理那么多的蚊子 每年四月下旬 蚊子开始肆虐 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 人根本无法忍受 连对蚊虫器每天灭掉的蚊虫数量 能装20的均匀 三千蚊蚊重量能达6.5千克 官兵们每次凶逃回来之后 身上就会有形成一圈圈独特的项链 手链和脚链 因为蚊虫常从官兵们的领口 袖口和裤口的缝气中前路 并有 官兵们都说是他们特有的灵循章 出发前 官兵们相互检查防蚊服的密封情况 营长施大磊帮助大家在领口 袖口 裤口等容易裸露的位置上 逐一喷涂趋纹药 穿过茂密的灌木 摊过成片的沼泽 铺天盖地的蚊虫 落在了官兵们的身上 就在这时 军犬颜龙突然跳进俄尔齐斯河中 怎么也不愿上来 盐龙已经入五八年多了 按照我们的年龄来算 已经五十多岁了 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守防老兵 在他之后 已经有多条军犬 因蚊虫定要牺牲了 为了给盐龙驱离蚊虫 我们专门搭建了犬舍和蚊帐 这样能大大减少蚊虫定要的伤害 最后这一段路程 草木茂盛 加上有几处死水沼泽 蚊虫更是肆虐成灾 艰难徒步行进一个多小时后 官兵终于抵达了中哈39号戒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